5月10日 八五花杨幂和刘诗诗三部新剧一起放出物料 全都是古偶剧 杨幂有狐妖小红娘月红篇 刘诗诗有一念观山和狐妖小红娘竹叶篇 兜兜转转 八五花归来人是古偶 不少网友吐槽 这两人都快40岁了还演偶像剧 娱乐圈是没新人了吗 这句话似乎问到点子上了 为什么八五花的年纪已经不适合演古偶了 可他们还能接到大制作古偶呢 最根本的原因是 八五花拥有广泛的观众基础 这是他们的立身之本 这是新人演员难以企及的高度 在八五花红起来之前 上一代内地的代表女明星是四弹双兵 他们大多是靠着电影活起来的 大荧幕才是他们的主战场 这一时期刘亦飞也出道了 可他在大荧幕上毫无存在感 只有早年拍摄的电视剧 让大众带上了神仙姐姐的旅径 如今他也回归小荧幕 和八五花一起竞争 杨幂 刘诗诗 唐烟和赵丽颖 这一批八五花 都是趁着小荧幕的东风 杀出重围的 人手几部暴剧 观众基础很深 不夸张地说 现在好多90后 00后 都是看他们的剧长大的 只要是他们演的剧 不管烂不烂 观众都会先去看两集 然后再根据电视剧的质量 决定是否看下去 这就是业内说的抗剧 目前不管是90花 势头正猛的95花 还是逐渐发力的00花 都没有八五花在电视领域的 号召力大 这是不争的事实 哪怕是90花 在经过轰轰烈烈的他房后 只剩下周东宇 杨子和迪丽热巴 周东宇在电影商发力 迪丽热巴的剧口碑很差 唯一称得上抗剧的 只有杨子 这么算下来 每年娱乐圈有那么多大制作 真正能扛得起的女演员 屈指可数 相比之下 选择85花 就是制作方最稳妥的选择 第二个原因是 目前电视剧的主要受众 还是女性 尤其是年轻女性 虽然大家每年都会吐槽古偶没新意 可每年都有爆火的古偶剧 比如去年的苍蓝爵 心汉灿烂 今年的长月静明 95花里的赵露丝 白露 田锡威 都是靠着古偶圈粉 才能在小花里脱颖而出 娱乐圈每年都能拍几十部古偶 竞争非常激烈 而85花自带关注度 只要是他们演的剧 网友天然就会更关注 这也省了一大笔宣发费 哪怕网友吐槽不断 制作方也不会在意 黑红也是一种流量 第三个原因是85花转型失败 古偶是舒适居 也是他们的主战场 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古偶 刘亦菲 杨幂 刘诗诗和赵丽颖都演过电影 最后的结果无一例外 口碑票房双双普接 电影圈不认可85花 他们就只能挤在小荧幕里 转型失败后 古偶就成了85花最后的折旧布 也是他们的救命稻草 所以他们不会放弃演古偶 而古偶也离不开85花 85花都是实打实 凭借电视剧评出来的 既有流量又有国民度 颜值也高 除了年龄和演技 基本没什么操点 反倒是年轻一辈的女演员 颜值比不过85花 演技也稀松平常 要想从85花手里抢走蛋糕 恐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